11月15號 北郊所正式開始 首批共有81家公司掛牌 開始後 十支新股大漲 開盤5分鐘內出發停牌機制 隨後好幾支股票再次出發二次臨停 截至當天收盤 河南汽車製造的 同星船洞飆漲493.67% 大地電器漲261.75% 其餘幾支漲幅也都超過100% 而勞股表現就沒那麼好 截至收盤 跌幅第一的銅灰信息 跌了15.98% 櫻圖網連 十比百 長紅能源等股票的跌幅都超過10% 市值最高的貝特瑞也下跌了8.62% 新能源相關 電動車相關的 所以在第一天的表現裡面 是一些新創股表現得比較好 那如果你是從別地方來的老股來說 就表現得沒有那麼好 專家們指出 以往北京是政治中心 上海是經濟中心 現在北交所成為中國第三個全國性資本市場 與現有的上海深圳證交所三組鼎立 顯示出習近平想增強對經濟的掌控 是權鬥中的一個 涉及到金錢的控制問題 上海 深圳我覺得插不進去 可能被那些江派 正派 其他那些派批控制得太厲害 那當然就是自己建一個 它可以控制了的 下一步的話 肯定會用各種各樣的行政的辦法 來迫使那些公司 從上海和深圳轉到北京來 他過去一段時間 他在產業界的地位 其實是沒有那麼的重 那他希望說 能夠有一個 它展現成果的地方 那當然北京交易所是一個地方 它的扶持中小企業是重要的目的之一 但是收容所謂的中小企業 或者說希望他們來到這個地方掛牌 在它的腳下發展 某種程度來說 這的確是一種政治考量 可能大於經濟考量的一個行為 北交所設立的另一層目的 是要協助北京變身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資本市場研究院聯席院長 趙希君教授之前對國內媒體表示 北京聚集全國最好的科研機構 高等院校和科技企業 將他們的科研成果轉化為經濟價值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就是通過資本市場來配置金融資源 上海證券交易所之前設立科創版 深圳證券交易所也設有創業版 但專家分析 這些過去為什麼做不大 就是因為這些公司需要長期投資 從小公司慢慢成長茁壯 那麼北交所能吸引足夠資金 助力中小企業融資嗎 還是會在政策推動下短時間引領風潮 隨著時間久了慢慢變淡 首日在北交所掛牌的81家企業 收入規模多在1到5億元區間 自由亞洲電臺引述中國金融學者司令直說 中國許多中小企業的營業額 無法長年達到這個水準 大量這些中小企業想在北交所上市 為自己融資 這個夢想恐怕是又要落空了